这节课来给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的时间区域当中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做滑动窗口 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滑动窗口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份数据 这份数据它是从2016年开始 一直到2017年结束 中间有365个点 包含咱们一个365天 那在这365天数据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拿出一个时间点 就是一个2月5号吧 拿出来一个时间点2月5号 我想看一下在2月5号 它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说我们单拿出来这个点 用这个点的一个数据 来描绘当前情况是可以的吧 但是呢有没有更好一种方案 好像来说单独拿出一个点 有点太绝对了 它会不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误差呀 但是呢假如说啊 我想看一下在2月5号 大致的一个情况 那我是不是可以取它的一个范围呀 比如说我现在 我把一个2月1号 2月2号 2月3号 然后一直2月4 这样一直到2月10号 我把这10天数据拿过来 这10天数据啊 我取一个平均值啊 我说当前的一个平均值啊 描述的就是大概是2月5号 这天的一个情况 这种时候啊 是不是更科学一些啊 尤其是当我们要进行一个预测的时候 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呢 单独拿一天数据啊 好像来说太绝对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基于这样一个窗口 基于一个窗口做这样一个平均 可以使得我们的一个值是更平稳一些的 那划动窗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呢 我指定一个窗口啊 长度是10 那现在假如说在我的数据当中 这是第一个窗口 第一个窗口啊 我会统计10天的一个指标 然后啊 对它求一个平均的值 那求完了这样一个窗口之后啊 我的一个窗口会干什么 它会滑动 也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天是从这个2016年的1月1号开始的 然后呢 这个窗口的长度是等于10 标准着1月1号到1月10号啊 这样的一个区间上 这是我的第一个窗口 1号到这样一个10号 然后呢 我的窗口后往右移 往右移是什么呀 不是说接下来我是到从这个1月10号到1月20号 而是说啊 我往右移动一个单元格 我们来看 这个窗口大小还是10 只不过说第二次的一个窗口呢 我就是2016年的一个1月2号到我的一个2016年的一个1月11号 相当于啊 是我往右进行了一个滑动吧 每次我统计的都是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呢 我的一个窗口啊 要一次一次的往后去移 哎 如果说啊 大家听过我的那个卷积升级网络啊 应该知道这个东西跟我们一个卷积接的方式挺像的吧 我们有个stripe的 有个不长 就相当于是 嗯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窗口是不断往右去移的 一次呢 移动单位个长度 然后我们要统计的始终是10个单元格的一个长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动窗口 所以滑动窗口呢 是会不断的往下去移 最终呢 移到最右个 最终啊 移到我们的最右边 使用这种滑动窗口的形式啊 会使得我们统计数据会更规范一些 不能说更规范吧 就是说更平稳一些 这样咱们看的数据啊 它浮动范围啊 就会比较小 而且呢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单独拿出来一个 可能或多或少 有一些离群啊 有一些差异或者是错误啊 会影响我们这个结果 但是呢 用实验窗口啊 它统计的数据是更规范一些的 然后下面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我们想用Pandas啊 去做这样一个滑动窗口 怎么去做呢 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啊 Pandas直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用这个函数啊 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做出来 首先啊 我们还是指定一个series series里边呢 我们就是造一个数据啊 造数据啊 还是像之前一样啊 我们指定一个index index值里边就是存了一些随机的数 然后用numpi啊 生成一些随机数 我们指定啊 咱们要生成的数是有600个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600个啊 相当于一共是有600天吧 我们看这块frequency 我指定一个d 相当于是做了600天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要做这样一个滑动窗口啊 很简单啊 我们把当前的一个 就是一个结果拿过来 比如说我当前的这个series 我指定一个变量 叫做一个df 用我的df.roaring一下 roaring什么 相当于去滑动一下 滑动里边啊 你需要指定一个参数 就是你的一个滑动窗口的大小 你也可以指定啊 就是你的滑动窗口是居中的 还是从左边开始的 这些啊 都是可以自己去指定的 用不然开始啊 它就相当于从左开始 一步一步往右去滑 在这里呢 我指定完这个roaring之后啊 我们再打印一下当前的结果 当前呢 就告诉你了啊 当前的一个windows等于10啊 它不是去居中的 它就是从左往右一点点去滑 然后呢 我打印一个结果 你要打印结果的时候 就是说 嗯 当前这个窗口啊 你拿出来了 那你想统计这窗口当中的什么东西啊 你需要自己给它指定一下 比如说 你想可以看一下窗口的一个最大值 窗口的中位数 窗口的标准差 还有这样倾斜度啊 总和啊 这样一个标准差 都是可以的 这些啊 就是说 嗯 你可以指定一些指标 当成我这个窗口计算的一个量 比如说 现在呢 我想算一个均值 算均值的时候啊 我就把这样一个命值传进去 我们看我刚才指定了一个rowing 我让这个rowing啊 只等于一个变量 是等于r的 然后呢 我就算了一个r.min r.min的意思啊 就是说 在当前啊 长度为10的这个窗口上 我计算它的一个均值 看一下它是等于多少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算啊 是不是 我们首先啊 就是它底是先把这个窗口拿过来 那对于你7月1号来说 有窗口吗 没有吧 为什么 因为窗口长度是10啊 从左往右开始 逆地有这个窗口 它能帮我去计算吧 那小于这个窗口长度啊 它就不会帮我们去计算 所以说呢 它帮我们返回的啊 就是一个not a number 返回这样一个nn 然后从第10天开始 第10天开始啊 终于这个窗口 它长度够10了吧 所以说呢 在第10天上啊 它的一个长度啊 我们算出来了 它就是等于一个值 这是它的一个均值 相当于是前十个值 算了一个均值 然后呢 第二窗又来了吧 这就是第二个窗口 然后我们第三个窗口 相当于啊 每次往右边去移动 这样一个单元格 每一个单元格啊 我们就可以心算一下 当前的一个结果 是等于什么了 这一呢 就是啊 咱们的一个滑动窗口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在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上 是滑动窗口用的 还是蛮多的 因为呢 我们希望拿出来指标 是更靠谱一些的 单独拿出来一个值啊 可能有一些差异 拿这个窗口呢 它的一个指标 会更接近于一个真实的情况 然后下面啊 我们就可以来画一个图啊 就是用这个medplot啊 首先指定一个figure size 咱们画图语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我直接啊 就是可以用我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的创建好的那份数据吗 直接可以点plot一下 plot里边 我们可以指定 它的一个颜色 和它的一个线条 比如说 我让正常的一个数据啊 它是一个红色 并且它是一个虚线去画 然后呢 我又给rowing一下吧 rowing完啊 我求了一个均值 再plot一下 里边呢 我用一个蓝色去画 现在啊 我就得到了一个红色的点 还有一个蓝色的点 这个红色点和蓝色点 画出来结果就是长图上 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嗯 当前啊 这样一个红色点 浮动差异比较大吧 因为啊 它也是一个随机的数据 但是呢 我这蓝色点 它的浮动范围更小一些吧 因为啊 我是在一个单位的一个窗口上 求了这样一个均值 所以说啊 它看起来就是更具代表性一些 因为呢 它求的是当前一个窗口的一个平均值 这个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嗯 怎么样用pandas啊 做咱们的一个时间窗 环动窗口 然后呢 基于这个环动窗口啊 我们就可以统计很多的指标了 然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